打星跟台灣大的比賽 蘇伊捷跟威哥 當時的衝突是怎麼一回事呢? 畢竟那一聲國罵也是挺大聲 我那時候也沒想過收音鬆這麼好 高中第一天給寶哥練到我就哭了 不是流淚了嗎? 很像就是在講起當兵的時候的那種感覺 很痛苦但是一定講不完 當兵都沒那麼痛苦 歡迎收看籃球摸骨 我是卓卓 今天非常開心再次邀請到我們的摸骨師蘇伊捷 來加入我們的討論群中 今天來了兩位的來賓都是非常重量級的 而且是男生出品避暑家作之 淳梓薇以及許時勁教練 嗨~~ 嗨大家好 滿天心事的花瓶啦 先大家講解一下這三位的關係 他們不僅是在達星有同隊過 同時也是台師大的學長學弟 然後我們的摸骨師是屬於 比較小孩的那種 對不對? 沒有沒有 通常他在遇到學長的時候 他會比較安復一點 兩屆啦 兩屆兩屆 H6也有打到 好的 我們就先請就是 清哥跟威哥來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你們從南山開始就已經是同學了嘛 你們兩個人的感情好的程度 已經好幾十年二十年了吧 到底有多好 是那種可以內褲交換穿那種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還在笑嗎? 你冷靜一點 我覺得他等一下應該要爆掉了 你就不提開頭我就不講 哈哈哈哈 好好好 那我還是先爆好了 哈哈哈哈 所以我就是 哈哈哈哈 因為那時候我們去 我們在南山應該認識是國二的時候吧 因為職業也是大概國二 還國三上學級就來南山 他位置比較早 所以我們算我們這一批最早認識的啦 對那中間當然有一些 曲曲折折高高低低嘛 哈哈哈哈 對所以這樣認識下來 哇應該二十年了吧 十六歲到現在應該二十年了 欸等一下 你們兩個中間有幾年沒講過喔 哈哈哈哈哈哈 就就像女朋友 男女朋友吵架一樣 哇哈哈 幾年啦 四 哲偉你什麼時候結婚 應該有四年吧 幾歲結婚啦 二十五歲 二十五歲結婚啊 對啊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四年 為什麼不說話呢 我現在是一節講比較好了 一個第三節的講 奇怪你們兩個是當事人 然後要蒙古詩講 對對對 他應該不知道什麼事情吧 他剛剛知道我們中間的過程 我記得當時我知道什麼事情 因為大家都有說嘛 但我覺得細節要由他們兩個來講 我覺得比較精彩 好啦你先起個頭好了 蘇伊姐 我再講一下他們那時候狀況 然後就是 有一次我就突然聽其他人講 他們用吵架了 然後卻開始不講話 然後過了幾個月 其實不講話 然後過了一年 開始不講話 再來兩年不講話 但你也不講話 但你也不講話 很強欸這兩個 就連面對面喔 也不對也 也不講話 欸沒有那麼誇張 我應該算比較主動的吧 對 是新生哥比較主動 我是比較主張 不要跟紫薇講了 原因的話 紫薇你問紫薇 紫薇請說話 我記得 第二句和好啦 這應該是我主動 對對對 後面是後面 我好像就主動找他出來 不知道去哪裡 忘記了 但是前面就高中吧 高中的時候好像 快要畢業那時候啦 然後就吵架 因為那時候就是 要畢業了嘛 也打完了 然後那時候 當時放假 就是會去找女朋友嘛 就是會一直虧啦 然後就虧到 就是有點不開心 我忘記了 好像是應該是這個事情 不是啦 賣給你啦 就是要進達新的時候啊 對對對 高中快要畢業 那時候就開始了 對對對 因為我是高中的時候就有畢業 對對對 你是高中就來啦 高中就有跟著學 是什麼事 你覺得 我忘記了 我忘記 我如果還記得的話 就是 應該是 你有吵架吧 好像有得是 小吵架 那我可能就是 可能 可能虧一下之類 不是我說 你跟你那時候女朋友吵 那我就很像有點 不是幸災樂 我還是講反正 我忘記 虧了什麼東西啦 我也沒想那麼多嘛 對不對 打籃球 轉過功那麼多 一場聚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會啦 年輕不懂事啦 心臟還不夠強啊 心臟還不夠強 我會不會在球場上也吵過家 等一下還沒到那哈 還沒到那一趴 對 太快 趁太快 在我聽起來是真的非常 指甲片的小事情 然後就這樣吵了四年的時間 也沒有吵啦 後來就比較 沒有什麼互動啦 可能就是大家會 狹起哄 說啊怎麼樣 聚餐的時候 大家就會拱啊 變成像大家 每次聚餐 的一個小遊戲 我每次都會 一定要經過這一趴這樣子 對啊 每次都弄 但是我每次都還沒有和好 對啊 龍哥 寶哥 豬哥 那時候每次 喔對 那時候豬哥還在球隊 豬哥那時候還在球隊 嗯 豬哥 應該就是 隊友們會想要 幫你們聚在一起 看看你們兩個人 會不會講話 結果發現你們兩個人 意志都還蠻堅定的 死都不跟對方說話 這樣子 對啊 就跟他硬什麼 哈哈哈哈 我應該比較 開放一點吧 只為他後來就是 要結婚前嘛 後來要籌備一些婚禮的東西 後來就找我去幫忙 就開始 對對對 是因為結婚嗎 我記得不是吧 結婚結婚結婚 就是伴郎嘛 趕快幫忙一些事情 我記得是這樣 奇怪你們這些人的記憶 怎麼會這麼差 超差的 欸我其實我們那個同學會 上次去 有聚會啊 其他同學對 高中或者是籃球 這個東西就 哇每一件事情都記得很清楚 但是我真的 那個記憶很片段 是不是開始當了教練之後 就被學生折磨成這樣子 記憶力都摔腿了 很有可能 可能我覺得就是 我們還在籃球圈吧 可能很多事情 那可能有些 我們同學可能 大專或者是什麼樣 跳脫籃球圈 所以他籃球圈的記憶很短 所以一些事情可能比較好記 先講一下 因為你們兩個人 從南山開始就一路同隊 到2005年 就是清歌轉到台營之後 其實 三個人都是從 達星田徑隊出品的啦 來先談一下 就在達星田徑隊的時候 到底是 有多累呢 對年長的先說話 十千啊 十千做年長啊 哇 我可以舉一個訓練 我們那時候記得有放假過年嘛 結果過年回來第一次的訓練 我記得那時候滑哥在清水高中 那時候跑 我記得跑一萬 對一萬兩萬 我記得是很長很長的時間 因為我那時候有一個印象就是 從太陽有跑到下山 我還在跑 因為那時候體能跑那種 你這個記憶 你這個記憶 滿好的啊 真的真的 就是知道我跑多慢你知道嗎 可能不是距離太長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足球隊 他是一直練一直練一直練嘛 後來他們練完的時候 我們好像還在跑 欸超級累的 真的跑很多 那威哥你的經驗呢 記得高中第一天 給寶哥練在那個斯大 台斯大那邊 第一天練斯大我就哭了 哈哈哈哈 你流淚 直接 我是流淚了嗎 我真的流淚 哈哈哈哈 太累 不是吧 真的我真的流淚啊 我真的哭 然後寶哥還印象深刻 他每次看到我都講這個事情 你那第一天都被人家哭了啊 每次都講這個事情 累是沒關係 就是會一直被罵 累是真的很累 但是又是 心裡那邊一直被罵一直被罵 一直被罵 就會受不了 第一天就哭了 其他人 那個跑步都 大家應該都聽說過 對啊 球場還跑爆了 真的跑車 對啊 因為蘇玉潔那個時候有講說 如果說你們球隊輸球的話 操得更兇 跑得更兇 對不對蘇玉潔 那時候排名比較後面的兩三支球隊 我們不能 規定不能輸球 我們就算隔天要比賽喔 隔天早上 都還要先跑一個小時的快攻 球不能落地 這按碼錶的那種 我們那時候全部都是 四十分鐘 人盯人 全場盯人 你們記不記得 哈哈哈哈 傻真的 達星球平 我們我們都不能休息 對啊 都不能輕鬆 防守都不能停 可能很瘦 那時候我們很難有胖的 我看這時候捧康而已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你們三個人有因此 就是特別的不喜歡跑步這件事情嗎 我非常不喜歡 那我是反而就跑不快啊 很不喜歡 對對對 非常不喜歡 你每次都在後面 哈哈哈哈 呼吸很大聲 你也差不多啦 你也差不多 你跟我跑步 你也差不多好不好 那時候跑步 跑到最後 我們都很像就是比如說 像九級啊 小翔那樣都跑 很前面很快 那我們跑比較慢的 我們就是如果有人要超前我們 我們就故意在那個 5到10公尺就突然加速 讓他覺得超不過我們 你知道嗎 只能這樣 只能說真的好累 尤其紫薇 每次超過他一圈 準備要超過他以後 他就突然加速 然後不讓你超過他 對不對 那你又要想要很認真追過他 那時候就會很累 你就會想要放棄 心理戰 所以那時候就是 在競爭啦 競爭心態啊 不然你們是去打籃球的 不是真的田徑隊啊 你各位 到底是好對時候 你們記不記得 有一次我們在東南集訓的時候 然後晚上練球 拼歌正常軍 寶哥已經先警告說 要踩線喔 腳踩線 你記不記得喔 我們跑完了四趟的時候 結果他都沒踩線 我們最後跑了十二還是三趟對不對 邊線十七趟 有有有有 哇靠那個也超累 然後練完全部人在罵 東修耀直線 好多好多 地獄欸 那地獄 東南那個是地獄 前面幾天 這躺在浴室裡面直接抽筋欸 超離譜 還有那時候投籃 他投籃投超多的 每天投進800 800 那時候投很多 感覺很像就是在講起 當兵的時候的那種感覺 很痛苦 但是一定講不完 當兵都沒有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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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累的 我們大家先冷靜一下 我們要先請我們摩古師 趙冠麗來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對兩位學長的印象 對他們的第一印象是 高中的時候 我高一的時候 我打到HBL 然後他們已經高三了 然後我對他們兩個的印象是 他們是那一年 最有機會把 債親給拉下來 那時候還有戴豪 小胖 西湖 小胖 而且他們在 玉賽跟 在雄中的時候 都把 債親給贏了 哇 逸潔這個記憶力真強 記憶力太強了啦 對 而且我記得那時候 紫薇那時候是全能 基本上就是從裡面到外面 而且太高了 的確是 他就是比戴豪再靈活一點 就是在那個速度上面 說怎麼摩金 然後那時候 石青更猛 石青更猛 千萬別 因為他們兩個 也不是說 純字號純五號 他們有時候又打得有點像 三號位置 他們兩個都會在 載中扣來 石青會是 拖車的時候 就給人家迎扣 他是真的會飛的 所以我那時候 對他們高中的印象這樣 然後直到我去打心電球的時候 我的印象大部分都是 很喘 我開玩笑了 我開玩笑了 因為那時候真的練很累 他們也是高中一畢業 就去打了SGL 所以變成說 其實大家的競爭啊 都會更多 那有時候 球隊的培養 然後都要有磨練的時間 然後到你可以去 獨當一面 其實都要花時間的 所以他們的競爭 相對來說就更激烈 但他們兩個都是有天分的球員 好感動 好感動 輪到兩位學長 來聊一下 你們對於學弟 SWI姐的印象吧 我們先請金哥先說 我那時候最早最早 我記得是我們高二的時候 有打一個 很像是雅清培訓隊 後來那時候用 賽興跟強述兩個學校來 跟韓國日本他們打 那時候義傑是 國三要進高一 因為那時候我們有一段時間 住在台北的松山天堂那裡面 那因為那時候 我不知道義傑嘛 那時候跟四念很好嘛 我就有記得 四念跟我講一句話 說師兄你看這小子 我說欸誰 你們以後南山遇到他要小心 這小子一定打得出來 四念跟我講 我說哪一個哪一個 那一個那一個有沒有 那時候瘦瘦的 義傑瘦瘦瘦的 那時候我就是 因為沒有 還沒有看過義傑打球 後來我第一印象是 因為四念跟我這樣子 誇獎義傑 看到他的潛力 那後來到高一在打的時候 確實打球蠻有給我小的 不像高一啊 就是他上去 他就是沒有在怕說什麼 高一高二高三的 對那一直到 台師到達新 真的就是非常有天分的後衛 尤其那個傳球 我是覺得傳球是真的很棒啊 觀眾看他打球 會不知道他會傳到哪裡的空檔 所以他的那個觀察力是很好的 所以以高中教練的角度來講 這一定是HP啦 HP 哈哈哈哈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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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互相恭維的節目 哈哈哈哈 換一下慧哥 雷來再講一下 你的學弟義傑 第一印象我是真的有點忘 但是從隊那麼久 其實我應該是受惠蠻多的 他會傳給我 然後我就把他丟進 其實高中的階段 其實我真的對義傑比較沒什麼印象 畢竟時間比較短 沒有碰過幾次嘛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隊強速的時候 甲凡就讓我打3號 然後那時候守李懿平完全守不住 我只記得我對位那一刻 我守不住 哈哈哈哈 就守不住他 畢平 沒有人守得住他好不好 對啊 守不住他 畢平那時候很粗 真的很厲害 對強速印象的人是畢平 然後到小四跟我們同隊的時候 那時候真的是 跟他配就很舒服 比較無私啦 他不會去想到說自己 先怎麼樣 那就幫助其他球員 達欣那時候那個球風 就是跟控球有關係啦 所以你好的控球 就把他串聯起來 就在達欣這幾年 跟小四配的感受是非常好 會傳球的球員真的很傻 傳到會的球員也不多 哈哈哈哈 那幾年他剛進來的時候 比較有印象就是 前幾年的時候比較常會受傷的狀況 然後有一次摔下來 那一次也很恐怖 但是就整體來講 我覺得小四幫助我很多啦 在我的籃球生涯那邊 哈哈哈哈 因為三四隊員就對了 那邊有變臉 哈哈哈哈 今天就是那個摸虎感恩大會 對摸虎感恩大會 你有沒有 中華隊的時候 我們也是一起去嘛 去打牙齊賽啊 小四可以配球給我 我才有辦法選到中華隊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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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飛行李補酒 黑皮 我一個舉說 剛剛是Fekka的溫馨的時刻 已經過去了 接下來呢 我們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因為接下來的題目呢 會比較辛辣一點 大家做好一點心理準備 有喝的就再喝多一點 哈哈 他在學校不可能喝了啦 我們就繼續囉 已經進行完我們的摸虎感恩大會了嘛 對不對 那接下來就要進入到我們 比較就是一些歷史題的部分 在2011年2月26號的那場 打星跟台灣大的比賽 蘇一傑跟威哥啊 說說兩個人當時的衝突是怎麼一回事呢 畢竟那一聲國罵也是挺大聲 讓人家印象深刻的 我那時候也沒想過收音收這麼好 你先說你為什麼要這麼衝動 你為什麼要這麼大聲 我看那個畫面 威哥又沒有對你做什麼樣的事情 你幹嘛發脾氣 有啦 因為那時候 打到他了 沒有應該很厲害 沒有那時候其實 他也沒有很用力 只是那時候 因為我們已經領先很多了 因為我看到的時候 他是握著拳來的 因為在那個速度上面 就會有一點感覺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衝突 所以你心裡面是被嚇到 有點怕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反應 我不是被嚇到 就是 因為他們知道我原本就比較汗 威哥你怎麼看 是以前打球就一定要這樣 不過我們以前打球真的都這樣 跟現在 真的 現在還會去服對方的球員 這一些男位啊 不兇你根本沒辦法生存 你上去 因為就剛才一傑剛才講的 我們是高中畢業以後 就打甲組 我們隊位都是什麼 起義哥 秋起義 李起義 你那個上去 頭部選手 皮哥 對你經過他附近 阿中 你根本要小心一點 我還記得那時候被秋秋哥 哇靠 我記得不知道是 他抓籃板還是我抓籃板 哇 不是這裡 他是用手肘 直接 是要揮到我的頭節 你知道嗎 很可能 頓時都變身了 他是退準的 其實那時候震撼教育第一場 我記得是總統杯 好像是總統杯 不然你就知道你要保護自己 所以以後你上去就是跟戰爭一樣 跟現在真的差很多 現在真的是比較技術層面層 沒有啦 因為那一次 真的沒有 好好機會跟小事道歉 其實真的有打到 好愛 在那邊啊 哈哈哈哈 等一下 我們還是可以找得到另外一段影片的喔 所以大家都不要說謊 還是要還原真實的情況 但是就是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曉得他會突然這麼激動 所以就是會 哈哈哈哈 因為他突然那麼激動 學長也輸人不輸正嘛 也是不可能說喔 不講話這樣子 所以就是那時候會 會有一些言語交換 所以那時候 但是心裡面 不會說是故意是針對小事 去做這個事情 但是比賽當中 其實很快沒辦法想做 但是實心講的是確實 因為我們那時候真的 每個人剛上升 都真的被打 我是前面 大概兩到三年的時候 就是一直被打 後來發現 真的沒辦法 你不主動 人家會一直欺負你 可能是偶爾你要反擊一下 讓人家知道說 你不是這麼好欺負 所以那時候 我們就是一直被養成這樣的習慣 然後 當進達星的時候 超哥跟我們講很多啊 打... 跟我們講很多啊 鳥哥 鳥哥會教我們 鳥哥會教我們 其實他最經典的一句話就是說 你要領錢我也要領錢 他就這樣子 他就講得很實在 他就是沒辦法 那時候真的 一上去就是一直被欺負 變成說後面打球 就改變說 可能有一陣子被人家講的 你會打全仗 可是真的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你不這樣做 可能一直被欺負 然後就等於說 你上不了場 但是我們也不是說 故意要去傷害人 或什麼之類的 但是有些時候 你沒有辦法 不自我保護 因為你不保護 人家也會過來 一通則都非常可動的 那時候 那時候一上去 我又那麼瘦 剛進達星的時候 200公分大概80左右 一上去就是被黏了 你們會覺得 那個時候 其實學長 你們傳授下來的那些觀念 不是很正確的嗎 因為其實很多人 在看完我們的木骨之後 都會說 你們以前 就是打球這麼的粗 然後這麼的髒 留下一些就不好的 一些習慣等等 而且還把這些習慣 視為是正確的一件事情 他們會覺得說 好像對於籃球的這個文化的養成 不是一件很健康的狀況 你們覺得呢 我覺得就是 每個年代有每個年代的打法啦 那也不是說 這樣子打法是很好 或者是不好 因為確實你看NBA 80年代跟90年代 那種身體接觸的那種 碰撞性有多大 對對對 那我覺得跟打法也有關係啦 現在真的是 比如說像我們打到 可能345號的 你會進去到進區裡面的 那都要血流成何 因為你要抓籃板 大家都對身體 碰撞會比較大 那現在真的是比較 不管戰術或者是技術 或者是戰術的空間建立上 其實都比我們那時候 很不一樣 對那時候我們就必須要用 身體來打開進攻的空間 沒有現在是 只要做一些什麼動作 你就會被撿上去 撿到網路上面去 所以大家很多人都很保守 很斯文 以前我們那時候是 很多人都很主動嘛 不會被拍啊 或什麼的 也不會太多上傳網路的一些狀況 看來三位都已經 以前那時候應該比較辛苦吧 那時候會不會多可怕 而且打球都是在比兇的 對我們那時候 所以我自己看啊 就是我認為有時候比較用力的犯規 或是比較刻意的犯規 其實是一個球員的策略 因為我會影響到你的心理的層面 例如說我現在去對一個後衛 年輕的 我給他很大的碰撞 我給他犯規的時候我都很 甚至是刻意 可能會影響到登場比賽的表現 但我影響到他 影響到他們全隊 其實有時候他抱只是一個策略而已 我認為在你這個時代 還是有一些裁判的邊緣尺度 你是去可以拿捏的 他還是在某層面上 可以接受PowerPlay的一些狀況存在 只是我們以前那時候真的是 走直線過去是不可能 你在那10公尺 你知道嗎 你從旁邊過去 你要小心拐子 你要小心屁股 你要小心伸腳 以前的打球不叫運動傷害 那個傷害可能會跟你一輩子 所以你要保護好自己 所以三位身上都有一些傷 是一輩子的無法抹滅的就對了 包括在心裡面的傷 不過真的講到衝突的事件 應該就是2007年 達新跟東風 就是鬥歐的事件 三位都是在現場的狀況 其實主角是 簡家宏跟張之鋒 這兩位 來聊一下衝突的事件點好了 有沒有人的印象是還比較深刻的 有人記得很清楚這件事嗎 最後那個焦點 不是會被禿頭王拿走了 講一下衝突始末好了 為什麼突然就 大家就整個就板凳清空了呢 應該其實就像大聯盟一樣 因為熊也是第一年 那時候 我那時候不是在那麼前面 我先講 因為我是在後面在板凳系 我們球員其實都很熟 但是在比賽的那個情境上面上 我們一定要幫自己的球隊出氣 所以不管怎麼樣 你也有人衝出去了 不管是保護也好 拉也好 或者是比較激烈也好 那個都是對一個球隊的一個認同 當然可能有些動作是不太好 但是你在當下 大家就是一個同隊的那種感覺 我們還是要為我們自己的球隊去捍衛 那時候被禁賽三個人 我就是其中一個 而且 紫瑋跟嘉鴻 根本要被我們才師爸給樂退 真的 真的 對對對 真的 後來是系主任跟院長去把他們保下來 那時候 就是志通在跟嘉鴻打的時候 我就第一個去推那個嘉鴻 然後後來那個翔哥跟那個 那個 那個 然後Dogi就就把他勒住啊 抱住啊 然後跑過來說 喔這個會打架 這個從小以前打到大的 這個會先做博士 先把他抓住 都已經起衝突了 還在這邊分析衝突的戰術是不是 就是後來 就是後來 對 那時候小事也講得對 就是我們那時候打架 我還記得我們師大老師 他還給我看那個公文喔 他說那個這個公文 留給我當紀念 就說我跟簡嘉 什麼什麼什麼的 還簽文在學校 有點誇張 我們那時候真的有點誇張 對 那個後面 對 對 對啊 還有第二波耶 那就是比賽完的時候 還有在休息室 那場比賽真的是血流球殼 大家不知道 哇那場真的很誇張 熊還跑到打進去 對啊 對 還有條哥啊 對還有條哥 條哥去拉他 哇靠那時候 反而是比完賽又更激烈 所以是鏡頭以外的 更加的衝突了 有拍到啊 有拍到 那請問大家有 因為這樣的衝突事件 彼此留下一些嫌隙嗎 比方說像國罵事件啊 跟這次的那什麼東西 中風鬥歐的事件 沒有啊 紫薇後來也跟佳鴻同一隊啊 你們有講話嗎 維哥 你們有好好打招呼聚餐嗎 那時候很好笑 你知道嗎 我要去浦原的時候 我聽說很多人都不希望我去 都說 還沒遷入就先被排擠 我看說我在達星 打球就是太壞了 我這樣看一看 好像每個都被我打過 你知道嗎 然後就很... 我聽說好像 一開始好像教練團都反對 李董好像說 李董說 就是要讓我進去 對 然後那時候才進去 同隊之後 其實大家個性都還蠻好 佳鴻那時候也是都很好 其實球場上跟球場下事情 都會分得很清楚 下了球場之後 就不會再去想這些東西 這個策略很好啊 把最會打人的 加入到自己球隊 那就變成是打別人了 浦原的最早的前兩年我記得 紀錄賽第一人都遇到我 然後都直接就出局了 對 所以他們後來就開始挖球員了 我進去的時候 李董 還有那個舉哥吧 就是一直講 一直講 我就不好意思強調說 提醒我之後 打球 就是要乾淨 要好好打 一直講喔 講很多次 然後不要亂犯規 後面到浦原的時候 完全改變一個人 你知道嗎 而且你建立這個品牌啦 會害怕 所以會緊而遠之 就你不用出招 以前打過你的 都大概退休了 就是人家都知道 靠近你要小心一點 這樣就夠了 對對 你們三個人其實離 就是選手的時期 都已經有一陣子了 那清哥其實在我們的 就是月報裡面 有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說 其實當初選擇 退下球員的身份的時候 蠻難過的 而且也有落下 就是難而累 蠻久的 那薇哥其實是在 退休那個時候 是選擇在生涯的起點 我記得好像是在桃園的球場 然後就寫下了退休的感言 蠻文情並茂的 那蘇伊姐呢 就是維持她一貫的風格 非常的瀟灑 在IG上面 就直接寫說 要退休了 夠了 也累了 什麼的 那現在我想 請三位回去想一下 就是說有沒有什麼話 是覺得說 在退休那個時候 覺得還是有一點點遺憾 沒有把它說完 我們先請 最先退休的清哥來說好了 就是當然有些難過 因為你會覺得 好像有一些遺憾嘛 比如說 高中 沒有拿冠軍 還是大有 後來到了 SBL 也轉了幾隊嘛 那感覺就是 有一個遺憾還沒有完成 而且這件事情是 從你國小的時候 陪著你到 可能那時候二十六歲 很久了 就感覺是 跟一個很好的一個朋友 可能分開 或者是離開 或者說跟他告別的那種感覺 我確定要退休的時候 喔 真的很難過 因為覺得 哇 真的要這樣子就結束 球員的這個身分嘛 對 但是後來只是 理性跟感性拔河嘛 後來覺得 啊 其實也差不多到了時間了 因為 我那個時候退休的時候 其實在球員生涯上 並不是有 太大的發揮的空間啦 如果確實要 退休這件事情 真的是 會 很難過 沒關係 你現在有子弟 並可以去幫你 完成那些夢想 對對對 威夷哥你呢 那個時候 寫了蠻好的一篇文章 讓大家欣賞起你的文采 那也是有人幫忙 退休生命稿 你沒有講 我們大家都知道好不好 哈哈哈哈 真的 對啊 哈哈哈哈 地獄梗 再被人家修啊 再給人家修一下 必須要給媒體的嘛 那時候我們在中原大學打 因為我家就在中原大學旁邊 開豆花店 然後我記得 去中原那幾次的比賽 我爸媽都有請媒體 還有一些工作人員吃豆花 就是全隊 還有球隊的隊指員 都有 就是很感恩啦 剛好那一年也是去中原打 是第一次的樣子 就很想說在那邊去宣布 比較可惜的是我後面 我太太一直很在意說 我宣布的時候 他怎麼沒有在呢 所以我就對他比較抱歉 第一次是在中原那邊宣布 第二個想要完成的 就是跟達欣 最後一場 跟前隊友拍照 記得在高雄也是很溫馨 那時候應該記得好像是布拉吧 布拉就不知道幹嘛 然後就跑過來拍 我要退的最後一場 上半場的時候 我再帶斯大 然後我下半場才趕過來 也是很特別 球隊還想辦法幫我辦 這個退休儀式 我覺得蠻感動 只記得那時候 講的退休感言 講的很不好而已 一直想要強調就是 我很幸運 自己沒有辦法打這麼久 還可以打到這麼久 沒有跟這麼好的隊友 配在一起 也不會有打到什麼好的成績 剛好在強的隊 然後才有辦法 每年都是打季歐賽 然後打冠軍賽 因為我從以前到現在 打球其實都是雷哥的替補 在他替補下 然後還有機會選到 中華隊這件事情 其實我就蠻感恩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沒有小事 沒有一直配球給我 我怎麼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啊 對啊 真的沒有 沒有好好的 沒有好好的 所以有話 主持人就讓我們以前大家 多會平止虧來虧去 今天都是有點太場面話 欸不過說實在的 三個人的退休裡面 應該算是 威哥是有比較儀式感的一點的 最沒有儀式感的 就是你這位了啦 蘇伊姐 你這麼突然